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空变化 大刀之前财富在免 欢迎来到这一笔频道 好当前的位置 比较必在前天上攻28900 之后突破短期突破 后续马上回落下跌 那目前为止来说 多头风险已经非常明显了 还是只是短暂的回落 应该买入呢 OK来讨论一下 好那如果说 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 下方乐趣 一些比较关键几十分新补充的服务 都在里面非常重要 Discord还有电话群组 都是免费的 点击链接就可以加入 好那目前的话 有新的服务 如果你的本金比较大的 至少大于5万美金的朋友 那你的交易不太顺利 最近一再亏损 很郁闷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私聊我 会有一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 相信你是帮助的 那私聊的方式呢 就是点击链接 就可以私信我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盘面 来看一下盘面来讲解一下 目前应该怎么解读比较好 好 首先了解一下 比特币这波拉伸呢 前段我们今天讲过非常多次 我们看到四角图 在四角图上呢 我们可以发现 四角图上 我们如果说对比前面上涨的一个 强度 成交量 还有延续性的话 都是比较强的 对不对 前面的话放出非常大的一个 量子弹 价增量涨 拉上去 然后呢 后续在高位呢 出现这个消息日嘛 一个急跌 有放量 对不对 有放空投量 后续都在缩量回调当中 那这里呢 短期是有一波上涨的 带出上涨 它是没有量的 基本是没有成交量配合 它的一个成交量非常弱 所以基本上不会把这边当作是一个趋势发起的一个开端 所以目前说的话 价格就是在这个区间调整 哪个区间 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高位区间 价格是在26650到28900左右 对盘整盘整 然后呢 下破失败 上涨 上破失败又下跌 它就这样子 下破失败一次 上破失败又一次 就是做这样的调整 并没有方向 好 那目前说的话 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 好 我们看一下 在价格还没有去跌破区间最低价 也就是这个位置 区间最低价 大概是26500左右 26650 这一线只要是还没跌破之前呢 我个人都是不建议去做这个比较长线的空间只有的 当然你在高位这边 如果说你上破失败的位置 你这边开空了 盈利了 那其实都是可以建议出场的 如果说你要握一张比较趋势空担 风险比较大 OK 风险较大 过程你的持商也会比较难受 因为毕竟趋势还是多头 趋势在多头情况下呢 如果说你去做这个逆次交易 还是会比较难去获利的 OK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在这个区间中震荡 那价格 我们看一下吧 区间震荡 何为区间 区间是明确的上液边界 那区间的边界 我们可以把这个区间画起来 这个区间来说就是大概两千 两千五百点的区间 那这个区间内部的话 基本上多空都可以操作的 那当然还是以多为主啊 因为区是多头嘛 区是多头 所以以多为主 但如果涨上去 如果你想做空也是可以的 好 那整体来说的话 价格如果说回测到 比如说二万千五百 这些位置 都是考虑去开多的 因为下方这边是有 是有一些 充满堆积嘛 对不对 受堆积的 所以价格如果回测到 稍早是有回测到一下 我看一小图 一小图是有 简单的回测到 对不对 这位置它是有回测到 下方这个位置 回测一下 然后弹起来 可能会还会做一些调整吧 可能在调整一下之类的 大家底板是建议做多 因为整天说还是多了局势吧 对不对 那这里 如果我们粗略来画的话 它其实可以画出一个 类似通道的形式 类似通道形式 那这个通道目前是走一个 下降通道 对不对 下降通道 我们画的稍微再精确一点 画精确一点 好 大概这样子 就是走一个通道的下行 对不对 震荡下跌 这样下跌 那目前来讲到 还没打破这样的一个惯性 但接多 你可以以通道这个 下面进去做一个路上点 比如说 在27,300左右 如果有到的话 都可以揭露了 那目前为止来说 还是比较尴尬 但如果我们区间来看的话 看整个区间 如果抓中间一半的话 一半的位置 一半的位置的话 目前来讲 是在382左右 至少也是要回测到 比如说6.8附近 或0.5以下 再去路头比较好 所以至少抓的位置 我也会抓在 也是短线前地附近 27,500左右 你去做多单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你要高空的话 至少也是等待价格回测到 就上方这些位置 你去路场 但做空来说的话 风险比较大 就上方的位置的话 明确的一个阻力区 可以看到大概是 28,500左右 会是比较明显阻力 OK 所以做空至少等待价格 往上回测 回测向上 回测的话 你可以考虑到高位去做空 或是你可以参考 非马上回测 和短期回测位 假设目前波浪最低价 在27512最低价的话 回测到至少0.5 也是在大概28,400左右 至少也是回测到 上方这位置 你去做空 才做空会比较好 当前位置去做空的话 风险比较大的 风险较大 不建议做 所以整体还是建议你去回测到高位去做空 那如果你要低位做多的话 可以参考前低附近 也就是2500 27,500左右 你去做短期多 还是可以的 OK 那整体来说 就是这样做一个 这样的下跌 还没有明确的方向出来 好 这是目前的比特币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如果看到指标 或一些指标 其实都是有出现这样一个背离的情况 我们看出来 以目前来说是有一个顶背离 这样有可能性 但当然我讲背离这东西都参考就好 看看就好了 因为 应该来说 如果说价格要上涨 比如说回测气温 又涨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把背离往上拽 所以其实背离这东西 真的是看看就好了 我们还是要依照具体的价格行为 做一个参考 那以目前情况来说 它就处在一个缩量调整 缩量调整 你看积拉之后 积拉 然后这边放放量击跌 击跌之后后续的成交量都是比较小的 比较微迷的 所以非常明确来说 它是并没有方向去出来 好 那所以整体的话 趋势仍然是多头情况下去做多为主 当然如果你要做空 至少也是选择 我们刚才讲过了 至少是28400以上 你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前高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 看一下 28300多 如果说这个位置它突破了 突破 然后突破无力又跌下来 那你考虑在高位置位置去做空 那如果说价格没有到的话 一样是考虑去低位置阶段为主 低位阶段 然后往上担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在结构再重复一次 重点重复一次 价格在没有去下破 趋劲最低价 2662之前都是不可以去过度看空的 OK 好 这一线美低波之前 都是不能过度看空的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周线 周线 周线本周的话 今天周五 还有六日两天 那目前的话 在高位置出现了两根 实在性马这边 我们把这个线隐藏的话 看一下 第一位是有这样的一个盘子局限突破 突破上的高位出现两个停滞的K线 两根实在性 所以如果说本周 无法构成较大上涨的话 你还是要注意 如果说两根实在性的话 它是有机会构成什么 实在性构成一个短期的下跌 回撤之后这就涨 所以如果说本周 它无法去大幅上波的话 很有可能下周是要去下跌的 是要回撤的 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 这样的情况 好 其实我们看上一轮 这个大幅上涨周期来说 其实如果说出现上涨后的一个停滞现象 这边几涨 几涨之后停滞了多根实的性 然后后续直接开始上涨 OK 所以 严格来说 这个位置还是调整 还没去跌破 呃 趾线最低下之前 还是不可以去过看空的 OK 还是要去多次强调 就即便说 它出现这样的一个停止行为 这样的停止 停止的情况 价格在还没有去下破短期 至少短期的短期结构的一个低点之前的都是不可以去看空的 这个低点是在26525 也是我们之前这边有下破一次 下破一次 然后收回来回测不过 然后上涨 这个前提没有跌破之前的 都是不能去大幅看空的 OK 风险较大 好 那最后我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目前的情况来说 就是在高位就没有调整 这边 我们目前这位置来说 看到效率图 就是在调整结构 也没有下跌也没有上涨 就是高位 这边 区间下边界这边是有下破失败一次 跟别人一样 区间高点 我们把这两条线 用成实体 两条实体线 这个位置 明确的区间 才上破一次失败 然后下跌 下跌 然后跌破前低 要收回来 又上涨 所以就是走的比较 比较末迹 并没有方向出来 所以整体一样 如果是区间交易 就是落空都可以做 那一样是做多为主 因为趋势多多 顺势而为 所以低多的话 个人心理是在第一位 如果有给到至少 27,500伏击 你可以考虑做多 那如果这样 没有回撤 直接涨的话 你事否害空 再自己选择 我自己是不会去考虑 做过大仓位的 一个逆施操作 因为风险还比较大的 OK 做个讲解 那以上内容 如果说你觉得 没想法就不错 喜欢的话 可以点个赞 加入社群 点击点击都会加入 都是免费的 包括每日分析 这些讲解 每日分析 然后指标 还有这个 自贞跟单策略 那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都可以加入 OK 好 点个赞吧 OK 按赞 订阅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看见 拜拜